位于新竹县吴峰乡海拔2620公尺的热山雷达站 隶属空座不管辖 设有美国雷神公司制造的铺路爪长城预警雷达 侦测范围约4000公里 可提供及时战场状况预测飞弹落点 并建议接战方式 现在传出合并后的雷神技术公司 以获得独家合约 将针对该雷达系统进行更新 检视美国政府采购网站 以台湾监视雷达软体升级为公告标题 内容提到这是一份固定价格合约履约期18个月 升级将集中在提升系统空中监控能力 与增强软体功能 进一步加强空中监控任务 而台湾是维获获得雷神技术公司 铺路爪长城预警雷达的国家 也是美国本土之外的唯一国 台美关系自蔡英文总统上任后不断升温 今年2月美国也通过战术数据链系统军售案 有助强化台美情之互通 现在更有雷神公司的技术挹注 展现美国对台的立场 美国政府持续加大对台支持 台美关系持续深化 为即将上台的赖政府注入一记强行征 明星新闻综合报道 我看不了